小美 今后我们家谁生了孩子 谁就负责抚养谁的父母就有谁赡养 我们就按照这个规矩办事 小强啊 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你希望你能记住今天说的这句话 如果以后有悔了 那便不可能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后悔 就这样整整三年的时间悄然流逝 其后 父亲生病住进了医院 小强给小美打去了电话 小美出大事了 咱爸突然被查出心脏病 医生说必须要接受手术 你赶紧回来辞掉工作 医院这边不能没有人 你过来照顾我爸 我一个人实在应付不了 小强 你在跟我交流 还是在跟我开玩笑 你疯了吗 你居然让我辞职 让我请假 我清楚的记得三年前啊 你说谁的父母 谁自己赡养自己的孩子 自己照料 怎么这么短短三年 你就忘得一干二净吗 为什么现在要我帮你照顾你父亲 没错 财神爷来了 留下一句财神到家 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 小美 我确实这么说过 但是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现在情况紧急 我父亲住院了 即将接受手术 你作为儿媳妇 照顾公公婆婆是你的责任 我跟你说 小美 你赶快给我回来 不然我们就离婚 小强 我的本事见长 居然可以用离婚来威胁我 我告诉你 我不是被吓大的 你不是盼着我赶快回去吗 抱歉啊 你还要等上我一个月 毕竟我得把这一个月的工作完成 才可以回去 就这样 时间又悄然过去了一个月 小美回到了家 小美 你太过分了 我想你一定是故意的 到现在才回来 你在外面整整待了一个月 你难道不知道我每日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还要两头跑 一边照顾我爸 一边上班 有时我连一口饭都吃不上 而你两个电话的都不打 我好不容易拨通了你的电话 你却漫不经心的应付几句 难道你是故意跟我作对啊 哈哈 你终于知道你累了 小强 那几年我始终是这般熬过来的 况且我们结婚之前 你曾经向我提到过你家的经济状况 相当困难 正因为如此 我父母没有让你们出任何彩礼 而我更是心怀善意 让你把你的父母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我将他们是做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 照顾他们家里的所有家务 都是我在干 不让他们费心 后来我怀孕了 直到生下女儿的那一天 你的爸妈竟然离开我 给出的理由是之所以我生了一个女儿 他们甚至看都没看一眼 在我坐月子的那段时间做饭 照顾孩子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亲力亲为 但这些我都可以忍受 可是当我给孩子买纸尿裤奶粉的时候 你父母说的话实在是太离谱了 他们居然说 何必给一个丫头骗子花这么多钱 你说这是长辈该说的话吗 最让我生气的是小强 你瞧不起咱们的女儿 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 几年前我的父亲生病住院了 那时候孩子还小 很依赖我 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希望你能帮我分担 你清楚自己是如何回应的吗 你既然讲出这样的话 这不是你的父亲 而是我的父亲 与你无关啊 所以你绝对不会去照顾 甚至几年前 你还说自己生了孩子 自己养 自己的父母自己照顾 你难道不记得你说过的话吗 小美 这件事都过去这么久了 已经三年了 你为何还不依不饶地计较 而且还把那些沉芝麻烂骨子的事翻出来 有什么用 作为儿媳妇 照顾公公婆婆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你的义务 如果要让我照顾他们 导致我失去工作 你觉得你能承担得起这个损失吗 小强 我不想再跟你多说什么了 你只是一个混蛋 今天我郑重地告诉你 我是绝对不会去照顾你父亲的 小美 说完这句话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了 大家支持小美这个决定吗 小美该不该去照顾公公呢